嗨各位 那天我看完吃狗肉這件事情之後 在我心中就是蠻多疑問的 跟蠻多想知道東地這個文化的由來 所以我就特別的就是問了身邊的朋友 剛好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在去年還是今年 在台灣就是有學一年的中文 所以我等一下決定我要打電話來 跟他聊一聊 把我想問的問題 跟你們想問的問題 大致上 一次問完 那我們就打電話給他囉 哈囉哈囉 嗨 你這樣聽得到嗎 聽得到 因為我怕我在咖啡廳 聲音沒有收音這麼好 如果你聽不到的話 等一下你可以就是再問一次 不要害羞 不會害羞 我怕我講中文的部分 如果你也聽不懂 你可以跟我說 放心 等一下這些錄影跟錄音 不會公佈你的照片跟你的姓名 對的不會公佈你放心 你有去年有看到吃狗肉這個文化 你有吃過狗肉嗎 有吃過 狗肉吃起來是什麼感覺啊 嗯 好吃的感覺 什麼感覺 好吃的感覺 好吃的感覺 有比豬雞牛羊還好吃嗎 對 比豬雞牛好吃 一天我去訪問的時候他們講一樣的話 吃狗肉啊就是大家也會擔心 第一個是因為他可愛的動物嘛 第二個是最主要是擔心疾病這個問題 你吃的時候不會擔心會有生病的風險嗎 嗯應該不會不會擔心那個病 不擔心有疾病還是他們會處理的很乾淨 還是就是先吃再說 就是先吃再說 好 第一次吃狗肉是大概什麼時候 應該是很久的時候 你那時候是知道這是狗肉你才吃 還是你不知道就是家裡就煮了 然後你就吃了 就知道吃狗肉 你現在還吃嗎 現在沒有 為什麼 我想到覺得 狗是朋友不是食物 那這個觀念是現在在越南 因為我看現在其實不只越南啊 大陸跟韓國也都有人吃狗肉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現在不吃了 因為你覺得狗是人類的好朋友 你身邊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還有很多人會吃狗肉嗎 應該還有很多 你23還是24啊 23 男生的話他們應該會吃狗肉 為什麼是男生吃啊 是對他們的身體比較壯 還是比較勇 比較補身體嗎 對 因為是狗肉是比女兒是豬 然後營養多 喝酒的時候就不吃狗肉 喝酒的時候會配狗肉吃 對對對 哦 有一個觀念是 每個月會有一個注意 然後 前一天我們會吃狗肉 然後你的 不幸運的事 是不幸運什麼都會掉掉 哦 這個是你們的文化嗎 嗯 有 有個人覺得 哦 就像信仰一樣 對 那我比較好奇是 像你們這個信仰啊 呃 應該是說 呃 我想一下怎麼形容會比較好 就是 這個 這個信仰 呃 我想一下 這個是 不是信仰嗎 就是有的人覺得 不是全部 哦 不是全部的人 哦 了解 不是說 因為老一輩的人 因為可能以前 因為物資比較缺乏 所以才有這個觀念 不是 哦不是 就是他們喜歡吃而已 哦 所以就是喜歡吃而已 好好好 我還有一個想問 就是你們 狗啊 因為那天我問那個店裡的老闆 他說都是繁殖場的 但我聽說有些狗 有些人會在路上就是撿野狗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是真的 你怎麼確定是真的 因為 因為我家有分殺 蛤 你說什麼再大聲一點 我家的狗也被抓 你家的狗被抓 對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啊 嗯 幾個月前 幾個月前 啊走 啊被抓走還會回得來嗎 應該不會 我會在狗肉店 你在狗肉店看到他嗎 什麼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是 他不會回來 應該在狗肉店 那你怎麼知道他是被抓去狗肉店 就是他們會不會抓 然後我們去狗肉店 如果我沒 不在狗肉店的話 他們不會抓 等一下 所以這件事情是真的會在 就是 都會發生嗎 到現在還是會發生 對 很常是 所以可能 比方我今天家裡養了一隻狗 可能 他還沒走 如果說假設我家裡養了一隻狗 可能我 呃 才剛養沒多久 狗就被抓去 對 你沒有看他 他們會被抓著 我好奇的是他會分品種嗎 你叫貴賓狗嗎 貴賓狗嗎 我說狗的品種 你叫貴賓狗嗎 就是奶油顏色的那個貴賓狗 可愛可愛的 呃 不會被吃 如果他被抓的話 他會被賣 呃 被賣賣去哪裡啊 呃 沒有哪裡就是 就是 他們會有一個地方 如果是 從國外的狗 或是貴賣 他們被抓的話 會有一個地方 抓賣的 那個 被抓的這個品種 你們會固定抓的都是土狗 或者是 吃的都是土狗 還是什麼狗你們都吃 不是 只吃土狗而已 哦 只吃土狗 那如果其他狗被抓 可能就是抓去 賣給別人 然後再賺一次錢嗎 對對對 對對 哦 等一下 你怎麼兩隻狗被抓走 你沒有傷心的感覺 嗯 嗯 有 一隻狗 呵呵 還是其實這個事情就是 已經習以為常了 就是 哦 我的狗不小心被抓走 對對對 就是 以前我家也養很多狗 然後 如果 就是病死 然後也被抓走 大鳳之被抓走 所以你不只兩隻狗被抓走 已經很多隻狗被抓走了 對對對 已經很多了 等一下 因為台灣人這個比較 這個 這個有點驚嚇 那我好奇的是 你說很多狗被抓走 那你怎麼還會想再繼續養狗 你不怕又哪一天又被抓走 就是跟牠有感情了 然後又不見了 因為我們 就是有習慣養狗 讓那些狗去看家 牠們 土狗比較 比較兇 我覺得土狗 比較聰明 比那個外國的狗來 聰明 嗯 我好奇是 你讓土狗看家 但是那些壞人會把土狗抓走 對 啊牠們是怎麼抓 我看網路上有些人是說 可能把牠就是打藥讓牠昏掉 嗯 或者是 以前是牠們會 給那些狗是吃的東西 但是 這個中間有藥 嗯 但是現在應該會用電的 喔電的 對對對 那像吃藥這件事 你不覺得狗吃了藥 然後就走了 這樣對牠身上有殘留一些 就是藥 不好的東西 但是你又把那個肉吃下去 你們不會擔心生病嗎 不會 喔不會 因為好像是 你也好不會那麼嚴重 就是讓那些狗 藥只會讓狗 就是沒辦法 但讓人是安全的 嗯 我都是 應該是這樣說 哇 妳還敢再養狗嗎 還在養 還有幾隻啊 現在小小的一隻 喔一隻 那隻也是不會被抓去煮來吃的 不知道 喔不知道 它的命運 哇 越南養狗其實 不能太有感情欸 不是 因為養狗如果很有感情 像台灣 我朋友牠們養狗 然後狗可能生病走掉了 很難過 那個可能牠們會好幾年 然後就不想再養新了 就是養狗 但是我們 可能 不是 應該講說這就是文化 因為你們也知道這件事會發生 我們 有很多人去看 像牠們的孩子 平常的話 我們只是養狗 然後 讓牠們看家 然後 就是養而已 也有感情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知道我的 能住口被抓 我也很相信啊 就 時間過了就 有很多事要想 要做 要工作什麼什麼 哇所以這件事很常發生 我以為現在已經不會發生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說 吃的狗肉都是養殖場出來的 所以還是會發生這件事情 有養 但是應該不夠 OK 最後還想問說 你知道 就是越南吃狗這個文化是為什麼會發生嗎 不知道 可能是 他們覺得 狗肉 營養比較多 然後 如果你生病的話 然後 懷孕的話 也有人吃 會讓你的血 補血了 補血的關係 了解 因為知道很多人喜歡動物嘛 那其實 不管近幾年也蠻多 就是說越南以外 很多國際上 很多人都反對 吃狗肉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說 狗是人類最中心的夥伴或朋友 你對這樣子的 不同的文化衝擊 你身為越南人 你有什麼看法嗎 就是 吃狗肉 我也不是說 對還是錯的 因為要看 兩個人的看法 我們覺得 可能我覺得 狗肉 不能吃狗肉 但是他們也說 狗跟豬跟牛一樣 都是動物 沒有分別 然後為什麼你們 你們不吃狗肉 為什麼你們吃豬肉 然後不吃狗肉 兩個動物有什麼差別的 如果你不吃肉 就不吃肉 為什麼要一個動物吃 然後一個都不吃 好 我懂 每個人的看法 我也能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對我來講 我當然很衝擊 因為可能我們從小 我自己身在台灣嘛 就真的沒有這個文化 然後我也真的不知道 現在還有這個文化 我自己個人 就可能書讀不夠多 我不知道有這個文化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很衝擊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又就是 又想了一下 就是因為每個地方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後過去可能導致 就是每個地方生活不一樣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 尊重 你剛才講的沒錯 就是每個人的選擇 然後不管是吃什麼肉 像有些人吃素食 有些人不吃肉 就是每個人的觀點也不一樣 所以就是 自己選擇就好了 也不會再去多去批評別人 就是這樣 好 那 祝你的兩個小寶貝 下輩子選擇能當人類好了 我怕選擇當豬肌牛羊 也會被吃掉 好可怕 好 了解 謝謝你 謝謝你 太感動了 不會不會 很衝擊對不對 真的很衝擊 啊 補充一個網路上的說法 當初越南因為在打仗 物資也很貧乏 他們當時候的人呢 靠吃狗肉 生存下來 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在往後的世代 大家就有流傳著一個 因為吃狗肉是很營養的 所以才讓他們的那些仙人存活下來 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個選擇 尊重 才是我們這一刻 最重要要學會的事情 希望你們訂閱 按讚 加分享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掰掰